21号下午,南加州亚凯迪亚市警察与消防工会的成员级义工 今日走上亚市街头,为现任第四区华裔市议员郑博人的竞选连任,权力助阵 郑博人作为南加州亚凯迪亚市第四选区现任市议员 以维护公共安全为他的首要任务 在他的任期内,郑博人大力推动警察与消防部门的资源提升 并在防范犯罪与快速应对突发事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活动当天,亚凯迪亚市市长高清,亚市警察工会主席Bob Juicy 亚市消防员工会秘书长Jonathan Hernandez 和河桃市前市长林安诚等嘉宾到场支持 并高度评价郑博人在任期内为亚凯迪亚市所做出的付出和努力 特别是高度重视市民的利益和公共安全 郑博人对公共安全的承诺得到了广泛认可 他强调,警销工会的支持是对他过去四年工作的肯定 也是市民安全感的保证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更安全的城市 我们Archidea的话是一个市场安全的城市 可是还是可以更好 我们要怎么样子做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行盖游民区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占我们的警察消防局的工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第一 他们是No.1 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我们要进步我们的technology 我们九九大华,我们已经跟他们谈好了 我们会有机器跟摄影在九九大华 所以随时有什么形式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警察都可以看得到 随着11月选举日的临近 郑博人的竞选活动进入冲刺阶段 警销工会的成员们不仅积极参与拉票活动 还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展开一系列的社区活动 确保选民了解郑博人的政绩和愿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